今天鱼胖带小朋友研学的地方 藏在我们重庆 始建于1500年前的隋代 这里更有穿鱼少有的马祖庙 大家可以跟着鱼胖的视频 感受一下这里的九宫十八庙 安居古镇历来翻墙以具 伤与鸡 还是兵家渠道福江的要塞 和屯兵扎载的住所 古镇依山伴水风光绚丽 安居八景和九宫十八庙 更雌鸣传语 尤其在福建盛行的马祖不开口 说走就走的马祖庙 也能在小镇建党 小镇不大 原口仅四万人 明清的时候 却涌现了大批的光环 先后有两百人 中了举人 最留掰的是什么 在清代有四位 中了汉林 你知道汉林是什么吗 汉林就是那个打屁人 就是我以前听说 汉林是清代最有文化的人 相当于现在中国社科院的院士 小镇的建筑风格也多元 新旧建筑融合 青砖黑网 木楼悬窗 灰派建筑的码头三墙 也会在建筑群中 古镇浓郁的历史也造就了一段段佳话 跟着鱼胖出来浪的小镇 先看职业 看自己的职业 快换好衣服了 挑好自己的角色 领取好银两 顺乎的哈 即开始一日的古镇创官 看懂地图没有 新灰门 快快快快快快 你们看地图没有别瞎跑 不仅是对孩子们的智力是挑战 一直奔跑未争第一 体力也不能太偏 五块钱的鸡丝豆腐朗 还有两个一斤 这个六五香 通过关卡的任务 亲手研磨艾灸 在拼头中找寻建筑 把安居古镇的面纱 一层层的包开 老板那个做啥子给你们的 柯甲坊 柯甲坊的那个豆筋 很有嚼劲 是那种五香的 我说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老板他会让你尝一下 尝一下你再决定好不好吃 买不买 我觉得反正还可以 古镇距离重庆 组成也就一小时的车程 选个周末去感受一下 或带着孩子 跟着鱼胖传越到过去 你又是冠军了 你来回一回冠军 做一名画师或工匠 关注鱼胖 让你对重庆更有想象